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介紹一下 FIREL 出給 MINI FIPPO 三套不同的 Filter 現在在我手上就是 FIREL 三套不同的 Filter 它都是出給 MINI FIPPO 用的 現在第一套就是最簡單的 UV Filter 而第二套就是有 ND 功能的 Filter 分別由 ND4 到 ND1000 都有 基本上一般的操作都足夠了 另外最後一套就是 CPL Filter 除了最普通的 CPL Filter 之外 它都有 ND 功能的 CPL Filter 又是可以在不同的情景之下應用 現在做一個簡單的開箱 讓大家看看這三套不同的 Filter 裡面究竟有什麼 現在逐副開箱給大家看看 首先開箱最簡單的 UV Filter 給大家看看 打開包裝就是有個貼紙和抹布 跟之前的 FIREL Filter 都是差不多 都是有些鎮品送的 看看 Filter 非常精美 有個盒子包著的 現在先拆開包裝 先拆開包裝之後就可以看到 它本身這個盒子應該是安裝到六副 Filter 但是因為這一副只有 UV Filter 所以它這麼大的盒子就安裝了一個 Filter 其他位置都可以用來安裝不同的 FIREL Filter 大家可以利用 現在看看 UV Filter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的 它是成副鏡子 即是你要在 Mini 3 前面有個位置 就要用來拆開這個殼殼 就可以安裝上去 現在可以試一下給大家看看 拿一個 Mini 3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 Mini 3 前面這個位置 其實它原裝是有一個類似 Filter 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其實它已經是有 Filter 現在我就把原裝的 Filter 扭出來 要小心 要捉住雲台這個位置 不要讓它傷到雲台 其實很簡單 很輕力的 逆時針就這樣拆開 原裝這一塊就會出來了 看到 原裝這一塊就會出來了 我們先放在一邊 接著很簡單 如果裝上 UV Filter 用FIREL這套 FIREL這一個 跟原裝的設計一樣 即是有卡扣在後面 只要我們拌回去 這樣 堆回好位置 FIREL的字在上面 這樣 輕輕的拌回去 其實就已經把這個FIREL的 Filter 裝好了 非常之簡單 就不需要太大力 不要用死力 因為剛才其實我只是兩隻手指輕輕一扭 這樣 它就會已經扭到出來 不要太大力 傷到雲台 OK啦 UV Filter 就很簡單 都是一個保護鏡 其實之後都會長裝在上面 現在試試開箱其他的FIREL給大家看看 這套的ND Filter 其實跟UV Filter的設計一樣 都是拌上去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我就 skip了 不開箱這一個 直接開箱比較有特別設計的CPL Filter 這個CPL Filter 因為Mini 3有直到的關係 所以它的設計都是有少少不同的 這裡有一個字 有一個H和V的字 當你用環島的時候 就拌到CPL去到H的位置 如果你直到的時候 就拌到V的位置 令到拍出來的效果是最好的 我現在打開這個FIREL給大家看看 究竟是怎樣拌到CPL的FIREL 現在又做一個簡單的開箱 包裝方面 其實跟剛才的一個盒子 是大同小異的 跟UV的盒子 但是這副不同的 就是它 六個FIREL的位置都填滿了 有六個不同的CPL Filter 先打開 先打開 看到有六個不同的FIREL的 整齊排列 它分別就是 有普通這一副的CPL Filter 跟著有ND4、ND8、ND16、ND32和ND64的CPL Filter 所以基本上 無論如何都可以使用 任何情境之下都足夠使用 好了 現在上了最簡單的CPL Filter 給大家看看 設計一樣 非常輕鬆 就可以卡到雲台 又是 裝上它的時候 捉住雲台用手 接著 FIREL的Logo向上 順時針 領一領 這樣就安裝好了 聽到啥聲 好了 接著 看看它的設計 你看到 不知道鏡頭夠不夠近 可以看到 這裡 有一個H的字 接著 這個領的位置 都是一個指針的位置 當你領的時候 譬如我現在拍到 我就會把指針指著H的位置 升上天的時候 拍一些海 或者拍一些水的環境 就會做到最好的 防反光效果 如果現在我想 突然想拍攝到 譬如我這次飛上去拍攝到的話 我就要把這個指針 移到V的位置 這裡有一個V的位置 接著 如果你飛上去的時候 拍攝到的相片 又是可以做到最好的 防反光效果 所以這個就是VIREL 最新設計 給MINI 3 PRO的CPL Filter 它有一個指標的位置 就不用靠猜 每一次你要拍到 或直到的時候 把這個指針領回到正確的位置 就可以做到最佳的防反光效果 好了 現在開箱就到這裡 我之後就會打算出去做一些簡單的測試 給大家看看 究竟這個VIREL Filter 以及另一套CPL加ND Filter 首先我會先試這個UV Filter 讓大家看看 安裝了這個UV Filter 拍出來的相片的質素是如何 好了 安裝好了這個UV Filter 現在就飛上去 拍一些相片給大家看看 好 好了 現在我就安裝了 最簡單的一個UV Filter 就飛這個MINI 3 下去這個新涼潭的瀑布下面 打算拍攝一張 新涼潭瀑布的相片 給大家看看 現在在沒有任何減光的情況之下 大家看到了 那個比較合適的快門 大概就是120分之1秒左右 現在就拍張相片給大家看看 這一張就是直出的JPEG相片 我自己在家裡有放大過來看 無論是岩石或樹葉的紋理都非常清晰 即是說 安裝了VIREL UV Filter之後 是無損影像的質素 當然在沒有減光的情況之下 大家都看到瀑布 好像有點平平無奇 所以現在我就會裝上 這個ND Filter 再飛下去一次 拍攝一個不同的感覺給大家看看 大家剛才看到 拍攝流水的快門 都只是去到一百分之一秒 就不可以再慢了 因為再慢就會過步 所以現在就要發揮這個 ND加CPL Filter 的功用了 以今天的天氣 我覺得可以嘗試一下 用這個ND32 去嘗試出來的效果如何 我現在就裝了這個ND32加CPL Filter 上去 好,很簡單 吸了上去 因為現在我會拍攝環島的關係 記得 將這個標誌的位置指到H 就是拍攝環島最佳的效果 現在試一次給大家看看 拍攝出來的影像是什麼樣子 好明顯 裝了這個ND32 Filter 之後 快門可以調慢了非常之多 現在不斷撥過去來說 大概正確的快門可以去到二分一秒左右 現在就用二分一秒的快門 拍攝一張新涼痰瀑布的相片給大家看一下 見到下了這個ND Filter 之後 那個慢快門的效果都非常之明顯 那個瀑布拍出來都好像真是一塊布一樣 因為見到這個Mini 3 對於二分一秒的快門都非常之穩定 所以現在就挑戰極限 下了這個ND64 挑戰更慢的快門 看看拍出來的效果如何 好 下了這個ND64 Filter 之後 快門可以再推慢一級 去到1.67分之一秒 現在又看看拍出來的效果是怎樣 看見到 看到了 下了這個ND64 Filter 之後 拍出來相片的質素 在流水方面 效果和剛才的分別 就不算很大 但是順帶一提 除非有下ND Filter 和沒有下ND Filter 拍出來的影像的質素 其實都是差不多 尤其是顏色方面 都沒有特別大的影響 其實都可以證明到 這個Ferrell Filter 的光學質素 都非常之厲害 最後都送上一張直到的相片給大家看一下 大家都記住 用這個CPL加ND Filter 拍直到的時候 要將指針指回V字的位置 才可以達到最佳的效果 好啦 今天這段Ferrell Filter 的測試影片 就到這裡為止 如果大家有興趣購買的話 都可以利用下面的連結 去官網購買這個Ferrell Filter 之後的日子 我都會好好利用 手頭上這套Ferrell Filter 去拍攝更多不同效果的影片 或者相片給大家看一下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大家都喜歡這段影片的話 都希望你在右下角的位置 按一下Subscribe button支持一下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